词曲 李宗盛 主爱的弟兄姐妹 本集要说明领受圣职圣事的恩宠与效果 领受圣职圣事的人 因着圣神的恩赐 得以效事基督 代表基督 执行基督特殊的 师纪、先知与君王等职务 并且以公务司纪职的神权 训导教化 施行礼仪和牧民管理 服务天主子民 圣智有如圣喜和奸政 共享基督的司祭职务 是一次而永久的授予 经由圣神赋予永不磨灭的印记 所以不可以重复领受 也不会是暂时的授予 请问老师领受牧职的主教 需要特殊的神恩吗 是的 因着基督圣神奉陪的赐予主教 永利之恩 就是领导之神 使他如同父亲和牧人 为他的辖区教会 尽心竭力的 善尽领导和保护的职责 无我无私抵爱所有的人 尤其要优先爱护贫穷 患病和需要帮助的人 因着配将的恩宠 激励主教向众人宣讲福音 做羊群的模范 与他们同行 踏上成圣之路 请问老师 形象不佳的圣职人员 是否会阻碍基督恩宠的流露呢 不会的 圣奥司令曾严厉地指出 骄傲的圣职人员 该与魔鬼并列 然而 他们即使有不称职之处 并不会阻碍或污染基督的灵灾 行动和恩宠的效果 凡经由圣职人员 祝圣而来的一切恩赐 仍保持纯洁和清澈 并且留到肥沃之地 圣世的神恩如同光 照耀领受恩宠的人 纯洁的光 纵使穿透污秽 也不受污染 老师 教会如何面对 不适任的圣职人员呢 对于严重亏负职守 并且查证属实 教会有权解除 领过圣治者的义务和职份 禁止他执行职务 但是 他并不是回到平信徒的身份 因为圣治的神印是永久的 请问老师 为什么基督赋予四季的身份与品位 既崇高又重要呢 圣而我略 那响主教年轻的时候 就领悟了 四季植物的崇高 与恩宠的浩瀚伟大 他说 我知道我们是谁的服务员 拥有什么样的身份与地位 分向什么样的目标 我知道天主的伟大 人的软弱 也知道天主赋予人 无限的潜力 亚尔斯的本堂神父 圣维亚内说 斯多在世上继续基督的救赎工程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地上斯多的尊荣和恩宠 正是耶稣心中爱的显现 圣而我略 那响主教对于斯多的品味有极高的评价 那么斯多是谁呢 他是真理的护卫者 他与天使并列 与总领天使一起光荣天主 共享基督的大司祭职 使祭宣的牺牲上升到天父面前 斯多继承了基督的神圣使命 以天主的肖像 重新塑造万物 为了天国而改造世界 更伟大的是 斯多被神同化 也帮助人的言行神性化 老师 神父要如何才能在圣治植物上 成为一个好牧人呢 圣而我略 纳祥主教 领悟到皈依的迫切性 鼓励劝勉斯多们 要洁净他人 需先洁净自己 为教导他人 必须先接受教导 要照亮他人 自己必须先变成光 要引领人接近天主 自己应先接近天主 要圣化他人 自己要先成圣 待人要亲切 劝导人要谨慎 老师 平信徒能帮忙 品味崇高的司祭 做一个更好的牧人吗 是的 一 司祭的品味虽然崇高 但仍有人性的限度和软弱 所以信有 要以兄弟姐妹的情仪 来支持司祭 鼓励并帮助他们 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与困难 二 以圣喜圣事 富裕的先知 司祭 与君王的普通司祭职 分担神父的福传和牧民的工作 三 信有对于堂区和教区 当富有强烈的使命感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拨出时间 与圣职人员同心合意 服务众人 为基督作证 光荣天主圣父 本集的教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